大家好,我是东哥 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鸡丁西葫芦 我们家的菜园西葫芦种的,哇太旺盛 个个长得要嫩要鲜 我们今天去栽两个 回家做一道美食 西葫芦产量很高 一具西葫芦可以长到10到15个 你摘得多,它长得多 你不摘,它就不长 这个西葫芦真是原生态 无农药,健康食品 我建议大家有空地的话 也可以中两距离西葫芦 我们首先将西葫芦洗干净 把它打开 切成大片 改刀 切成条 把头尾切掉 我们直接改刀切成块 方块形 同时也切一块鸡葱肉 将鸡葱肉打开 切成条形 改刀切成鸡丁 鸡葱会 你 的鸡丁 烟丁味道 适量的胡椒粉 适量的盐 料酒 生粉一点点 直接用手抓均匀 我们准备 蒜头 辣椒 把锅烧热 放油 把油温升到 7层 把西葫芦 到油里面炸一下 这样的西葫芦炒出来 羊色漂亮 口感好 好 我们差不多煎它倒出来 这西葫芦已经熟了 我们同时 这鸡丁也放 油里面过一下 这样炒出来漂亮 速度快 这鸡丁 拉油的时候呢 就10秒钟到15秒钟 就可以倒出来 好 我们差不多 煎它倒出来 锅里 留底油 放入蒜蓉 辣椒 把它炒香 把它炒香 我们加一勺蚝油 适量的盐 适量的鸡精 适量的白糖 虽然 适量胡椒粉 将它炒香 我们把西葫芦 和鸡丁一起倒进去 翻炒几下 即可抽锅 这样的西芙芦炒出来 羊色漂亮 口感好 好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东哥视频 点点关注订阅 谢谢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